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这样的话 因此呢 品德高尚的人 即便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小人闲居为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艳然 眼其不善而助其善 那么这是君子要做的 就是一个人待在的时候一定要慎毒 这是儒家最典型的一个思想 就是慎毒的思想 而那些小人呢 小人这里指的是那些品行品德比较低下的人 那么在私下里呢 无恶不作 那一见到品德高尚的人呢 便躲躲闪闪 掩藏自己所做的坏事 并且自吹自擂 这个助其善呢 就是自吹自擂的样子啊 这里面还有个艳然 艳然呢指的是躲避啊 躲躲闪闪的样子 人之诗迹如见其肺肝染 则何意义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其不知啊 当别人看你的时候 就像能看见你的心肝脾脏一样啊 清楚掩盖起不了作用的 就大家一看都能看明白 就像看到你的肺 看到你的肝一样啊 很清楚的啊 你是掩盖不了的 此为成于忠 行于万 怪故君子比甚至独眼 那么这就是说啊 内心的真实啊 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 因此品德高尚的人 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也应当非常的谨慎 那么曾子曰 时目所示 时手所指 其言呼 那么十只眼睛看着 十只手 十只手指着 这难道不令人畏惧吗 言呢 这里指是畏惧的意思 富润乌 德润身 心广体盼 这个念盼 不念胖啊 故君子必成其义 那么财富呢 可以装饰房屋 但是呢 品德呢 却可以修养身心 使我们的心胸宽广 而身体 身体 安泰啊 这个盼本来是大的意思啊 体 体盼啊 体盼 那么这个身体啊 呃 就是很很舒泰 安康的意思啊 就心胸宽广 那么身体也好啊 这个盼的本意是大舒适的意思 好 故君子必成之义 所以说呢 品德高尚的人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呢 保持真实而诚恳啊 里外如一 所以成义章呢 重点讲了两个词就是成义 什么叫成义 第一呢 不自欺 而且呢第二呢 君子一定要慎读啊 那么这样和小人呢 区分开来了啊 君子是什么样子的啊 君子就是在一个人呆着的时候 他也是个好人啊 跟众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是个好人 和小人不一样 小人呢 刚好就是什么 表里不如一啊 表里不如一 但是讲到了那这一点 所以说慎读应该是一种内在的需求 我们要把道德呢 变成内心的一种需求 才能够真正的简形慎读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啊 好 这是整个第七篇 成义章啊 所讲的这个基本的道理 其实这是在尝试慎读 在尝试君子和小人的一些区别啊 好 第七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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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